水肥车正准备要出发 却遭到简单单位包围拦车 因为车上装的全是这些 这一桶桶全是收集来的废油泥 黑心卫生工程行并没有打算另外处理 而是要直接排进水沟 新北市雕塑和事件前往搜索查扣证物 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带回15名涉案人 其中同性业者遭生涯获准 城南百货美食街和餐饮店的废油处理工程 却偷偷发布给无照厂商 把废油用管子排进水沟 下雪道严重污染环境 而依照市场行情处理费有每顿约3万元 业者以每两公顿收费3到5000元 三年不法获利超过3500万 其中连知名乳肉饭的连锁店业者胡须章 也是他们的合作厂商 检掉之前大规模搜索胡须章 在新北市五谷的中央厨房 也把相关人都带回去约谈 而事后他的红信副厂长是以50万元交保 他目前仍还继续在公司上班 其他卫生工程行员工 分别以10到40万元交保 而胡须章指出 红信副厂长工作超过10年 过去都是他接洽处理费有的窗口 我们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告知说这个厂商是违法的 那我们当下也决定不再合作 找新的合格厂商 那胡须章对于这个 没有去把关我们这个厂商的这个资格 我们要跟社会大众做致歉 但调查局指出部分美食阶 都是统一由由草清理业者处理废油 对于被转包给没执照的 卫生工程行 知不知情还很难说 但是调查发现胡须章 红信副厂长从101年开始 都是直接接洽 卫生工程行业者 想要说完全被蒙在鼓里 恐怕有点难度 TV新闻黄金国家曼新闻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